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 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 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委员会主席罗崇文 接受中心社专访 首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罗崇文主要关注澳门与内地新闻界 文化界的交流合作 希望在增强国际传播力 以及促进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方面 提出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建议 今年的政协会议 我的提案是 继澳门广播电视讯号落地恒情 促进澳门市民由深河区发展 关注这个议题 是因为随着恒情 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不断深入 即将有越来越多的澳门人 进入合作区生活和工作 我的提案是希望通过 将澳门广播电视讯号落地恒情 促进澳门市民更好的融入 合作区和大湾区发展 作为新闻出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 罗崇文认为 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过程中 新闻界和文化界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要紧跟时代步伐 充分利用好新技术 发挥好新闻资讯传播 在澳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 同时 作为中西交流平台 澳门与内地新闻界和文化界 也有着广阔的交流合作空间 澳广市已经与内地同业展开 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比如 我们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西社等多个国家媒体机构 以及与众多国内省市媒体和海外媒体 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交流与合作 今后 我们必将继续加强各方面的工作力度 为澳门融入大湾区和国家发展大局而不懈努力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罗崇文表示 澳门要发挥其独特优势 进一步加强大湾区城市间文创交流合作 澳门在大湾区定位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 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这也是澳门的独特优势 也是澳门文创的特色 需要大力利用与发展 我们有信心在港澳大湾区文创发展交流合作中 开展很多有益的工作 比如互相推荐演艺歌手 影视艺术创作合作 把大湾区的优秀文化作品 经过普语的翻译 传播给国际受众等等 谈及近期澳门与内地签署驾照互换协定 罗崇文认为 这将大大方便澳门市民融入大湾区生活与发展 近日澳门与内地签署了家教互换的协议 消息一经传出 澳门市民纷纷表示热烈宽营 相信澳门与内地 今后在更多更广的领域中 都可以进一步合作与融合 特别是恒情深度合作区 以及大湾区的发展 将为两地人员 旅游 乡目 科技 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澳门回归祖国已近24周年 对于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罗崇文也分享了一些秘诀 我想是澳门爱国爱傲的 优良传统的传承 是澳门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坚守 是澳门广大市民背靠祖国 心系中华的骨肉亲情 是澳门文化的包容性 是澳门社会的和谐共处的特色 是澳门与国家修器与共的命运 我想这些都是澳门 一国两制成功的秘诀 此外对于近年来在港澳事务上出现的一些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挑战 罗崇文表示要保持高度的警醒 虽然我们和香港距离很近 但是香港近年来出现的外部势力干涉等活动 仍让澳门市民感到震惊 面对这种挑战 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警醒 需要认真从各方面考察与思考 将澳门优良的爱国爱澳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坚定践行一国两制的国策方针 只有资级投身参与国家发展大局 才能更好地激发出澳门人的主动性和主人翁精神 增强澳门人对国家的了解 从而有力地应对外部任何势力的不利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